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第一章 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 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 但在这末期内 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 天主立了他为万有的成绩者 并借着他造成了宇宙 他是天主光荣的反应 是天主本体的真相 以自己大能的话支撑万有 当他敌除了罪恶之后 便在高天上坐于尊威的右边 他所承受的名字 既然超越众天使的名字 所以他远超过众天使之上 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说过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你 或说过 我要做他的父亲 他要做我的儿子 再者 当天主引领首生子 进入世界的时候 又说 天主的众天使都要崇拜他 论到天使固然说过 天主使自己的天使为风 使自己的仆役为火焰 可是 论到自己的儿子 而自己的儿子却说 天主 你的玉座永远长存 你治国的权杖 是公正的权杖 你爱护正义 憎恨不乏 为此天主 你的天主 用欢愉的油敷了你 胜过你的伴侣 又说 上主 你在起初奠定了下地 上天是你手的功绩 如天必要毁灭 而你永远存在 万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样破坏 你将它们卷起好似外套 它们必如衣服 都要变幻更新 但是 你 却永存不变 你的寿命 无尽无限 又像哪一位天使说过 你坐在我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变作你脚下的踏板 众天使 岂不都是奉执的神 被派遣给那些 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